而在地方农业建设的部分 0918造成了松浦地区 有许多的稻田土地隆起 水利署花莲管理处 日前在松浦举行了灌溉系统 以及整地工程的说明会 那么水利署花莲管理处表示 今年1月将会发包施工 也希望能够赶在6月底前 可以完成 让农民的二期到座得以顺利种植 日前在松浦地区进行0918 农田隆起整地以及供水工程说明会 地震当时造成太平曲灌溉系统 130处破裂以及土地的隆起 低洼隆起处约有150公顷 核心隆起区域约有56公顷 农田水利署长蔡生浦 花莲管理处长张其伟 街道场与民众进行双向的沟通 让农民了解工程的进度 以及土地整平的程序 918地震在10月初 我们就已经恢复全面的一个紧急通存 后续那我们署里面也支持编列 一亿两千万的一个附件经费 投入在我们这次附件工程上面 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专业的农业工程研究中心的团队 刘日顺刘博士来为我们介绍这一次 我们中府地区整个整地附件工程的一个西部的规划的状况 玉西地区农会总干事并表示 农田水利署这一段时间相当帮忙 过年期间希望农民能够有好的期待 在二期到座进行耕作时 农田水利署就能够还给农民相当好的耕作环境 像这一次水利会真的算非常的帮忙 那我们也希望在这过年时间 大家就是想一点比较好的 明年二期的时候大家就还你一个非常好的铁 帮你做好好不好 大家都出地工作 谢谢大家 12月23号的时候 这个整地的部分已经完全都设计好了 目前就在上网正在公告 那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有信任过的 培兴的营造厂商也会尽量请他们来多多帮忙 0918造成松浦地区许多稻田土地的农起 而在灌溉上 农田水利署并增设了39、40、41、43、44支县的临时供水管线 加强灌溉 农田水利署也表示 希望工程能够在六月底前完成 让当地农民在二期到座得以顺利进行 记者林杰综合报导